我們來討論這個散步圖跟相關係數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將兩組這個變數 就是兩組資料 我要看看這兩組資料 他們之間的相關性 那我現在的話 就什麼呢 就畫散步圖 列出來以後畫散步圖 畫完以後的話 我再把這些數據標準化 標準化以後 再畫散步圖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散步圖上面 它每一點 它所割出來的面積 把它加起來 比如說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這個面積是正的 然後這一點的話這個面積 也是正的 就是說這一點 這個相當於是 SRI' PRI'就是經過標準化的什麼呢 這個數據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YRI' 標準化 反而數據 然後呢 這兩個相乘 這兩個相乘的話就是面積 也就是說 你這個 SRI' 乘以YI' 然後你全部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呢 這個是負乘負嘛 這個面積是正的 這一點的話面積就是負的 你把它全部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的話 你再把它給它什麼呢 除以N 就平均一筆 就平均一筆 就是 應該說 平均 這樣子 這樣子算一筆 平均 這樣一筆的數據 就相當於它的什麼呢 它的相關係數 也就是說相關係數的話 會等這個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證明 這個是一個相關係數 所以的話呢 它的那個 跟閃負圖的關係就是說 你把數據標準化以後 做閃負圖 做閃負圖以後 你再給它畫這個面積 畫出來的話 如果呢 這兩個向線 這兩個向線的面積呢 這乘起來都是正的 點的話 在 就是這個點 就是這個 SI Y PLUNK 這種點 如果是在 13向線的話 那做出來的面積呢 是正的 如果在24向線的話 那做出來的面積是負的 也就是說你把數據標準化以後的話 你就看看什麼呢 看看 13向線上面的面積多 還是23向線的面積多 如果是13向線的面積多的話 那就是正相關 23向線的面積多的話 那就互相關 所以的話 比如說 這個是 這個是原始數據 原始數據 原始數據的話 我們就可以怎麼看 就是說 你把這個東西 把它畫下來 畫下來大概呢 抓一下那個平均值 抓一下平均值以後 畫垂線 然後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資料呢 換過去 抓一下平均值 然後以兩個平均值 當什麼 當原點 然後就來看看 看看的話呢 這個面積比較多 這一看的話 就是正的面積比較多 負的面積比較少 那你就知道這個是正相關 實際上我們這樣看的話 也就曉得 就是說 是這樣過去了 這個 如果是靠 看著靠 一條直線的話 這個學歷是正的 那如果是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這點面積就會比較多 那這樣的話呢 它的相關係數就會是負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證明什麼呢 證明這個東西 事實上就是什麼呢 就是相關係數 我們知道這個相關係數 之前我們證明 之前我們定義過了嘛 這相關係數等於多少 等於是 S 除以根號多少呢 S XX 根號呢 S呢 YY 好 那這個 SY的話呢 是7個 然後這個 XI 減掉 減掉 Mu X嘛 那 乘以多少呢 Y 減掉 Mu 我把那個 I 這個的話呢 這個有I 這個有I 那為了方便 我就把它省略掉了 那這個的話 是多少 這個的話 是根號多少呢 SY 根號這個是 SY 那這是 X 減掉 S Mu X 的平方 那這根號都啥呢 SY Y減掉 Mu Y的平方 好啦 我們現在來看 那這個 是讓什麼呢 這個你把它處理N以後 就是那個SY 什麼呢 也就是說這個SY 等於多少 現在X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根號 N乘多少呢 SY X 減掉沒有X 好 到平方了 我就離差平方的平均 開根號 就SY 那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東西的話 就等於根號 N乘以什麼SY 就這個東西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根號N 乘以SY 那到底這個多少 這個就是 根號N 乘以SY Y 好 那我根號N乘以根號N 就是N嘛 所以是N分之一 就N分之一嘛 然後多少呢 這個東西的話 這等於多少 這等於多少呢 N分之一嘛 然後呢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SY SY 那多少呢 這一個是 取SY 大SY 那這是X 減掉 μX 那乘以多少呢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Y 乘以 它上面的面積啊 就SI乘以Y 代表那個面積嘛 上面的面積呢 總面積處於總資料數 那這個的話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相關係數 如果這裡面積比較大的話 正的面積比較大 負的面積比較小的話就正相關 負的面積比較大 正的面積比較小的話 就是負相關 剛剛那個是正相關 所以我們就討論完這個散布圖 跟相關係有關係 所以以後的話 你看到那個散布圖的話 你要判斷什麼? 大略判斷一下它的 它到底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的話 你就先找一下 它的平均尺的地方 當圓頂 然後再一割 看一下說 哪邊的面積比較大 這個面積比較大的話 那就正相關 這面積比較大的話 那就負相關